杨成林和李荣浩的恋情说了太多次了 就算是有图有真相 奈何两位当事人始终是采取不回应不承认的态度 那直到今天在野生动物媒体听歌会上 李荣浩自己亲自承认了这个事 只不过这个承认的方式有点特别 1月12号李荣浩为新专辑有理想举办听歌会 熟悉的曲风让人一听就上映 歌词将人类比你为动物描写爱情最原始的欲望 如此刻骨铭心的情感流露 难不成是李荣浩的自我对白 我自己很想把自己的事情写在歌里面 更多的是想说我自己对生活那种有理想的态度吧 不像歌词中动物饥渴直白般的表达方式 李荣浩对感情的解读可是很含蓄的 在之前的采访中他可是从来没有松口过 以至于过于好奇的记者们 总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套出两人的话 我也是有看新闻的人他没有认啊 你们少在这边 想要骗我我出道15年了 你刚才没有看到后面的字 相比道行够深的杨春林 李荣浩就只能算了新人咯 你看相似的招数到了李荣浩的身上 就意外地取得了奇象 如果接下来演唱会那么多场 会想说请女朋友一起到台上当特别嘉宾 请她应该暂时要看计划吧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记者称呼杨春林是女友 李荣浩竟然没有否认 那就是默认了咯 看来要看到两位的牵手照 或是笑恩爱什么的 也是不远了 行路在线 台北财富们